夠不夠?夠收手了嗎? 看看這行業吧 行不行 外面沒有那麼多款 搭了過幾小時還在第一層 好 我現在拿衣服去試 都不是很誇張而已 兩代而已 女人是這樣的 我去後面試吧 你不要跟著我進來看 明國的大衰本丁通這裡 是有很多名牌的中古買的 地獄我就不知有沒有十八層 但天堂這裡是有七層 這裡有七層 每層都賣不同東西 寶石 手錶 手袋 服飾筆在話下 還連相機和結他都有 問你死了嗎? 一場來到 當然是殺去我最愛的女裝部 四樓這裡是賣國際品牌 女裝部 很多很多不同品牌的女裝 這裡是賣得多於街上很多的 我一聽到名牌 我的手就開始癢 濕疼開始出的了 看來今天都噴不少 這個框是SELINE的 平時SELINE是賣得很貴的 所以二手也很貴 譬如這件 11萬日圓 即是5800元 算貴 但保持得很新 看看這個牌 寫著Usted 即是二手 中古 你在這裡可以找到一些 全新貨品 是未用過的 這件話 其實二手真的很新 它有點暗 適合一些很高貴的女士穿 所以不適合 在香港 它隨便一件T也賣8000多元 這件這麼得體的 5000多元 可以了 在SELINE後面 就是KUJU KUJU 我也很喜歡的 漂亮嗎 這件就是KUJU 和北面的Gossofa 但是很大件 但是它只有大碼 我不知道買不買好 14萬日圓 7300元 也挺貴的 好吧 我試這件吧 待會 冷靜點的杜如芳 現在才是頭兩個Quark 這個Quark 就是Brother的 但是它這個Quark 算是最少貨 但是小貨不要緊 最重要是看得對 看得對了這件 很漂亮 整件皮的 一條過的One Piece 裙子或外套都可以 因為中間可以開的拉鍊 很香皮味 這件真的 得我寬心 又沒有貴 14萬 7300元 買不買好 7300元 加起來買就貴了 不是日本只買一件衣服 不理會了 先試試看 這邊厲害了 這邊 這個大框 全部都是愛女士的服裝 平時 看它賣手袋 就賣得多了 衣服真的很少見 5、6、7個Rank 都是愛女士的天堂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它全國有很多分店 分店收了衣服回來 就拿來明古屋這間賣 所以貨就這麼齊 這裏全部都是Channel的衣服 很多件 現在很開心 希望選到適合我 你知道我胖了很多 很難買衣服 這件漂亮嗎 23萬元 12000元港幣 哇 也挺貴的 12000元港幣 也不買穿衣服 我是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不是亂買東西的 最重要是看看自己有沒有機會穿 還有多不多機會穿 哇 我已經走到暖了 都不記得哪一塊打哪一塊了 真的有點暈暈 哈哈 噔噔 我看中了這件黃色的冷戴 只是需要55000元而已 即是2900元港幣 是不是很划算呢 夠收手了嗎 夠收手了嗎 看看這行業吧 行不行 外面沒有那麼多款 但這件又挺漂亮的 小豆蓬 可以了 拍了這層 其他扔一下扔一下就可以了 拍了過幾小時 還在第一層 哈哈 好 我現在就拿衣服去試了 都不是很誇張而已 兩代而已 女人是這樣的 我去後面試了 你不要跟著我進來看 這件漂亮嗎 挺好啊 真的挺漂亮 臭鬼 漂亮嗎 這件可以不可以 One Piece 買不買好啊 舉手吧 哈哈 有人舉手舉到 拜拜 這裡就是三樓了 全層都是賣手袋的 這個絕對可以考慮 這個絕對可以考慮 都是有金球的 我那個還多了一些樓梳的 這裡寫著 上面有一個價錢的 就是市場價 即是外面賣多少錢 這裡外面賣456500日圓 這裡賣32萬日圓 即便宜了很多了 因為這個都是用的 不是用過的 所以價錢有些分別了 有鏡子的 這些適合貪美的女生 我那個沒有鏡子的 好 看看這個了 這個真的有趣了 這個真的沒見過了 打網球 嘩 是怕來的 即是買個袋子 只會塞一塊鏡子 哈哈 只有這麼小的袋子 這麼大塊鏡子 想放些化妝品進去 都放不到 這個袋多少錢 這個很貴重 它原本是賣68萬日圓 3萬6港幣 現在這個真的超便宜 45萬日圓 Fedon 但款式非常豐富 還有它這裡用的材料 跟平時用的手袋 都是很不同的 這個是絨鏡 而且我看到它都塞了不少東西 是不是也不錯 很優雅 我不優雅 25萬日圓 13000港幣 現在在想我有多少個手袋 以及多少件衣服想買 啊 我很啪啪這些產品 因為它噴到傻的 這個好還是Prada好呢 我覺得是Prada好 Prada好嗎 Prada變快 好 算了 是不是直奔去Prada 行 行 先看看 好 先看看 有沒有特別的事想跟媽媽說呢 因為她自然會跟我說 當她拆了我的行李箱出來之後